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孙兄 今日你直黑先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觉得我变了吗 公孙兄风采一旧 不过如今已成了天玄的副相 我今日听众兄说了关于你的一番话 不知道该信谁好 那你还是信众兄的好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我其实是摇光果的人 或者说我是一个早就该死的人 对不对 吓到你了吗 吓得不至于 我没想到 你敬于我说的如此直白 该你了 就算你是遥光国的人 国虽然被灭 但是天玄征讨你遥光的吴将军 对你遥光百姓 却从未做下什么出格的事 我不但是遥光国的人 我还是遥光国的王子 不可能 遥光王室皆已殉国 你莫要拿此事与我开玩笑 现在 你是第二个知道我这个秘密的人 第一个是谁 莫非是众兄 第一个知道的 是齐之侃 是他 为什么是他先知道呢 他是将死之人 我得让他死得明白些 那你今日将此事告知于我 师父 也要让我去死 这个 其实我还没想好 只是 我时常在想 如果你不是天玄的人 那该有多好 说不定 你我会成为真正的朋友 原来 你从未将我视为你真正的朋友 其实 有好几回我都在想 这么活着也挺没意思 就算我把天玄给灭了 又有什么用 可是 每每我冒出这样的念头 我又想起阿絮 你还不知道阿絮是谁 他既是我的半毒 也是我的挚友 他以自己的姓名 代替我训了国 我 我若是放弃了国家的仇恨 那 阿絮肯定会怨我 我以为 你是这乱世中 那种无奈随波的人 没想到 你竟也是如此的心思缜密 其实 我倒是想做那样的人 我有一事不明 你对众兄到底做了什么 让他对你积怨至甚 那这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既然你问了 我便说给你听吧 你还记得 在南宿国时 有日 我们在茶楼偶遇 其实 那是我有意为之 要最长戏 给仲先生看 让他一心 你是否真心与他结盟 牵制天机 可 可那日我并未说什么呀 你我之间的对答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这一局 乱了 你是遥光王室 为何不对天玄直接动手 天玄王 虽然不理朝政 但天玄毕竟也曾经是个强国 凭我一己之力 也办不成这件事 所以我就想 让这天下大乱 自然 就有空隙了 那你与南宿王 又有何交易 南宿王 这真的 是一个只有我知道的秘密啊 这一局不用再下了 已经分出胜负了 对 我们回到这些人 回头 下来 那边 我们下来